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乔光君 欢迎收看本期的理工科处理指南 这期可能会比较硬核 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磐式甜点 磐式甜点是比较复杂的东西 包括主料、辅料和酱汁等 今天我们用到的主料是芒果芝士蛋糕 其他还包括珊瑚糖、黄油曲奇、蛋白糖、香草冰淇淋、糖渍水果和芒果白巧克力酱 主料的甜品的话我们今天会讲的比较简略 香草冰淇淋以后我会再出一个详细的视频 先做的是香草冰淇淋 这个是配方表 包括了卡士达酱和奶油两大部分 我们把所有卡士达酱的原料搅拌均匀 小火加热到80摄氏度 注意不断搅拌防止糊底 然后自然冷却 把奶油打发 然后和卡士达酱混合之后 加入冰淇淋机 搅拌两个小时左右 第二个是黄油曲奇 这个配方参考了下厨房金粒子的利器曲奇配方 并改良 这里我使用了一部分中筋面粉和蛋白 让最后的曲奇成品比较脆 立体感也会比较强 黄油曲奇讲的稍稍详细一点 黄油夏天自然软化就可以 冬天的话隔水软化 倒可以用刮刀自然切开这种程度 然后加入糖粉 先搅拌 再加入所有剩余的材料 充分搅拌 不要害怕出面筋 放心吧 在这么多油里形成面筋 是有相当难度的 我都是直接下手 搅拌到非常顺滑 这样做出来的曲奇才没有锯齿边 然后离烤盘两厘米挤圆圈 160度上下火烤20到30分钟 下一步是制作蛋白糖 这里我使用的是益石蛋白霜 这样做的蛋白糖的话会比较顺滑一点 将藏浆水加入到118摄氏度 然后缓慢倒入已经硬性打发的蛋白霜中 一直打到途中的尖钩状 搅拌成水滴状 90摄氏度上下火烤2个小时 这是糖自水果 按照配方表中把糖和水混合在一起 充分加热然后冷却 将糖水与干净干燥的水果混合 放入冰箱中冷藏过夜即可 这是珊瑚糖的配方表 虽然叫糖 但是这个东西并不甜 这个配方也是我反复调整过 成功率很高的一个配方了 按照配方 混合好面糊和色素 煎出珊瑚状 然后小心的取出来 每做一个都要把多余的油倒出去 需要注意的是不粘锅的材质 我用的这种卖饭时的不是特别好用 锅底长时间加热之后中间会鼓起来 让面糊流向四周 最好用锅底较厚的不锈钢 或者是铁的不粘锅 这个是芒果白巧克力酱汁的配方表 我们将白巧克力隔水融化 然后将融化的巧克力和芒果泥等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酱汁比较浓稠 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造型 这个是芒果芝士蛋糕的配方表 包括了饼底 芝士层和镜面三个部分 参考了下厨房 这一位我也不知道怎么读的配方 并且进行了大幅改良 然后这个配方是可以做一个6寸的圆形模具 或者是8寸的方形模具 这两个的话面积差不多大 我今天用的是8寸的方形模具 首先是原材料方面 你能看到几乎所有的芝士蛋糕的配方上 都会写着使用消化饼干 但我非常不推荐你这么干 第一 消化饼干非常不好买 我在麦里龙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 如果想要耳超市 我估计你更难买 第二 消化饼干还有大量的盐 注意是大量 蛋糕本质又是个甜的东西 所以这个味道的平衡非常难 我试过消化饼干 这个鬼味道就完全放弃 真的太坑了 今天我用的是手指饼干 你可以使用任何的甜味饼干 我们把饼干放在保鲜袋里 然后用擀面杖粉碎 把70克的饼干和30克的黄油 20克的芒果汁混合均匀 在模具底部放上锡纸包住 然后把饼干碎放在底部 用刮刀压平之后 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用小刀把芒果划十字 然后把皮撕下来 把果肉打成泥 一个600克的芒果 最后实际得到了芒果泥不到400克 把200克的奶油奶酪 搅拌到顺滑状态 加入芒果泥150克 芒果汁20克 糖90克 100克大奶油 卡发到可以挂在盆上 然后混合 极力丁3片15克 泡软之后倒掉多余的水 我建议用极力丁而不是粉 因为粉溶结起来比较麻烦 然后隔水加热到极力丁片融化 注意不要沸腾啊 然后跟芝士糊糊混合 倒入模具中冷藏3个小时 最后把糖10克 芒果汁50克 融化的极力丁片5克 混合为静点层 加入模具中冷藏1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我这盘子是10寸的 用尺子凉粗 直径1 3分的地方 然后用胶带粘出来一个敞方形 倒入酱汁 用特殊的锯齿工具造型 然后把胶带撕开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得到有线条感的摆盘 用刮刀把模具和蛋糕分开切成9块 然后把芒果汁蛋糕放上去 出现一点小小的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重新来小心的放好 然后依次放入珊瑚糖 黄油取析捣碎之后放在盘子上 然后再加入蛋白糖和糖漬水果 最后用一个勺子把香草冰芹挖成橄榄球状 放在曲奇上就可以了 把这个芒果汁蛋糕的盘式甜点就完成了 盘式甜点的特点就是可以把各种不同的甜品组合在一起 我见过一些甜品甚至可以使用15种不同的原料 我这个算基础款 今天夏天是计划制作一到两道这种比较复杂的盘式甜点 和至少两道米青三星级别的法师正餐 好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我们复制孤渡美食家第八季中的芝士菊肉酱